有鑑於電競在全球廣受歡迎,而且是一個新興產業 所以特區政府也開始參與促進推動本地電競業發展 財政司司長在2017-2018年的財政預算案 就提出要研究本地電競產業的經濟發展潛力 其後在2018年年中,政府就向數碼港注資1億元 支持本地電競產業的初期發展 這一億元裡其中的一半即5千萬元 是來興建一個電競專屬的比賽場地 另外大約5千萬元就用來支援電競業的發展 例如推行培訓計劃和公眾推廣活動等等 除了提供財政資助,政府也會從改善營商環境方面 為業界拆牆鬆綁 其中創新及科技局會聯同民政事務局及相關的政府部門 著手理順有關電競場地的牌照問題 並會在短期內向業界公布一個有關的指引 協助業界遵從相關的規定 多更為想案 遵緣